接着来看台南的跑票风波 因为跑票而被民进党开除党籍的 台南市议员唐碧娥 今天大动作地召开记者会 他拍桌抗议党中央做出的决议 他言辞非常犀利地表示 这是对他人生最大的羞辱 我没有跑票 可是我不能承认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这是侮辱我唐碧娥 这是我最晚的人格魔杀 这是对我人生最大的羞辱 不满被指控跑票 被除名的前民进党籍台南市议员唐碧娥 委屈拍桌 还协同无党籍市议员郭秀珠 施崇南 到地检署按林控告同党的郭国文和林一锦 妨害名誉 我说明明30票我们就没招票 我们27个民进党也加3个 都会30票 不过说他们有去合国民党合作 国民党还有4票 如果你有什么政府相信国民党 没招票 国民党4票要给你们 要怎么证明国民党4票真的有投资 你们相信国民党 不然要相信自己的东西 怎么算都觉得不合理不公平 强烈要求提证据还清白 议长选举跑票风波 不管蓝绿不分南北 短时间都还不会恢复平静 联合报政会人台南报导 不不承认